第31题,31题32题是题主,甲乙是两条粗细不同的理想弹簧,甲乙的圆长都是100公分,弹簧生长量与受力关系如图所示,判断图形并回答31、32的问题。 31题是问,利用弹簧甲测量位置重量的木块,如图所示,发现弹簧甲伸长量为40公分,木块的重量为何? 我们从图上看到伸长量是40公分的时候,对过来,我们的受力是200克重,也就是我们的木块重量应该是200克重。 31题问我们说,发现甲弹簧的伸长量为40公分,木块重量为何?我们答案选的是C,200克重。